最近在多伦多的房地产市场上 这负面的消息是铺天盖地 很多朋友说这房子没人看了 非也 我们上周上市的房产238 Doris Avenue 这是上市7天就卖掉 很快 而且是全价 价格很好 这是什么情况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端多杰达地产的broker Friday 今天是2022年的3月30号 我们团队刚刚卖掉一个房产 238 Doris Avenue 201 想了解这个房产具体信息 可以看我们上个视频 这是北约客中心这样的一个房产 1加1 开价61万9 7天就卖掉 那很不错 那今天做这个视频 当然就说要我们团队很好 很有实力 不光是这个 还有就说想通过市场上 这些实实在在发生这些交易 给大家一些市场直观的信息 人家新闻太多了 光看新闻懵了 什么情况 好 我讲的这些都是实实在在 在多伦多房地产发生的这些事情 那这个房产能够上市以后 7天全价就交易 那也得有三大主要原因 第一就是定价准 定价准是这里面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那想做到定价准 说容易也不容易 那也要做到三个有数 那第一个有数 那就是对市场这些数字 交易数字 那心中有数 特别是对比方说某一个特定地区的这些数字 这个比方库存吸收量 这个平均的这个在上市的这个天数 这个高中低的这个产品卖的这种速度 还有就说这个均价 中间价 这些得特别脱口而出 这些得在客户问的时候 马上就能反映出来 这是一方面 实实在在的这些有形的数字 还有一些是什么呢 是无形的东西 就是看不见的东西 是什么呢 市场情绪 这个呢 你得在这市场里面 跟大量的买家聊 跟大家的这个卖家聊 他们买家卖家的心态 还有就是说这个投资客的状态 进场 离场 这个是你得在市场里面 这是看不见这个部分 那最后定价的时候呢 你得把看得见的这个部分 这些数字结合着整体的市场的 这种态势和这个情绪 最后用神秘的公式 推导出来一个上市的价格 那定价准是这个房产 能够在七天就卖掉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第二呢 就是说呢 这个要布置的呢 很精巧 是吧 那个任何房产都有优点 有缺点嘛 所以说呢 这个准备如果充分的话呢 就可以把这个房产布置的 把它优点最大限制的 这个表现出来 那尤其是买家进场以后 你看哎 美美的 嗯 很好 我想住进来 哎 想下offer 所以说呢 这个我们每一个房产啊 都会通过这种 精心的这种布置 来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啊 那这是第二点 那再有呢 第三点 当然就是说这个专业的谈判技术了 是吧 这个 那结果就能说明问题 是吧 你这个开价 最后 这个 卖价 全价卖掉 是吧 所以说呢 要想把这个 在现在这整体的市场上 如果能很快的交易这个房产的话呢 那要有很准确的定价 还有呢 精巧的布置 还有呢 专业的谈判技术啊 有这三点就可以 占无不胜 卖的很快 好了 朋友们 今天我就分享到这 拜拜 拜拜